据香港文汇网讯,国产航母第二次试航之后,经过近两个月的西装和测试,目前已经准备完毕,提交在28月,也就是星期天开始第三次试航。 而从辽宁深海市局发布的辽航行0234航行警告来看,此次国产航母的海市时间因为10月28日80到11月6月18时,持续时间即时天,是航地点依然在黄海北部。 而在10月26日,从辽宁大连一些网友传回的照片来看,国产航母已经启动主机式车,舰载武器防御部全部撤下,甲板上有海军人员巡查并设置港上,种种迹象显示其的确即将再次进行海市。 作为中国自行设计,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,002航母于2012年9月25日,交付海战入列服役的辽宁舰驯纳相通,但更有诸多的重大技术改进。 正因了那句老话,倾注于蓝而胜于蓝,比如搜紮的设置,飞行控制室,剑桥窗户面积,剑载相控震雷达等等,都有了重大升级, 而且还在舰到尾部,安装,老自动着舰引导系统。 这意味着国产航母舰载机之间更加容易,甚至将来还可以搭载舰载无人机。 而又在前两天刚刚首飞成功的,由中国电荷38所言之的哨兵无人机,未来将有可能成为国产航母的舰载无人预警机。 该机采用语机身机翼,融为一体,的低功率向控震雷达。 能够试试探测航母周围数千海里范围内的空中,水面和水下目标,并能将信息试时上传卫星,或者下载给航母。 在未来的作战中,上兵无人机将与之18件在预警机结合,彻底克服中国华越航母无法配备固定一件在预警机的致命漏洞。 在此前的两次试航中,国产航母的两项设备一直没有安装到位,而在9月13日,网络又图片曝光,停靠在大连造船厂,码头的国产航母已经装上了四根栏组所,并为此前船员的三根。 前几天,国产航母又在两弦,装上了跟钓鱼杆一样的边装通信天线,这意味它的所有设备都已安装到位,国产航母第一次已完全把他的姿态出现。 除此之外,还有网友拍到,在国产航母的飞行甲板上,出现了三架舰载机配重模型,分别为尖机15,只是8喝之9。 结合这三个方面的信息,我们不难判断出,在第三次试行中,舰载机和航母的联动测试,将会是重点内容,甚至不排除直接进行歼15舰载机起降试验。 实际上,国产航母的歼15舰载机联队,早已在辽宁舰上展开了相关的训练。 在2018年年初,央视就曾公开辽宁舰搜站位的画面。 在玻璃峰岛上出现了以编号二开头的歼15,而正是得益于在辽宁舰上的训练。 国产航母将来形成战斗力的时间要比想象中快得多,这就是同时拥有两艘航母的好处之一。 对于国产航母明天要开始的第三次设航,我们有着太多的期待,这次设航的内容将远比前两次更加复杂,具备内容将会跟进解读。 请请大家关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